路上的警戒区从原本的新北 宜兰 花莲 台东 又扩大到了台中 宜北 基隆跟南投地区 海陆景范围持续扩大 因为凯米还在长胖 中台凯米在周二下午3点15 已经来到俄乱兵东南东方440公里 以每小时20转16公里往北北溪 靠台湾越来越近 最大风数有13级 瞬间最大阵风有15级 七级风暴风半径来到200公里 预计礼拜三清晨暴风圈就会来到花莲陆地 周三深夜到周四清晨中心会登陆 凯米带来的雨量不容小觑 离拜三的话刚开始会是以北部东半部 尤其宜兰跟花莲这边的降雨 逐渐的增大为主 在礼拜四这一天西半部的降雨还是非常的强的 我们预计在山区可能会有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尤其中部跟南部不排除有超大豪雨 从周五到周二这四天 凯米将会带来很惊人的雨量 累积总雨量预测 宜兰山区达到1200毫米 桃薯苗也有1100 台中以南更惊人 山区雨量都来到1800毫米 而且西南风后续带来的雨势还可能突破2000 南投嘉义高雄跟屏東山区的预测雨量 甚至有机会来到1800毫米 整体的雨量算是相当的可观 脸书粉专观气象看天气认为 凯米台风将为全台水库一次灌到宝 这样的雨量会让全台水库满到泄洪 脸书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也说 凯米伴随着行星尺度西南气流 扬面上沿途吸收大量水气 山区总雨量1800毫米 历史上能爆到这么多的台风不多 相署表示去年卡努海奎累积的雨量达到1000以上 但近八年来没有突破1800毫米以上的台风 周三周四降雨趋势图 全台山区单天雨量都破300毫米 直到发白 西部宜兰台东山区要盛防超大豪雨的可能 帖部新闻综合报道